人間煉獄,一片頹換敗雅 是不少人心目中地震所帶來的後果 1976年的7.5級唐山大地震 超過30萬人喪生 2008年的民村大地震規模更加去到8.2級 導致2000萬人無家可歸 死亡和失蹤人數接近30萬 導致一提在地震,大家已經人心惶惶 有沒有想過如果香港真的發生這些級別的大地震 後果又會怎樣呢? 3月14日白色情人節 但偏偏朋友討論的都是凌晨發生的地震 當時熟睡的你未必會感覺到發生甚麼事 但作為夜貓的話,可能整晚都會嚇到睡不著 以為俄羅斯有支飛彈射錯旁邊? 或者覺得是幻覺,頭痛頭暈 甚至覺得是躺在旁邊那個 在動身動勢,逢頭逢計 其實就是發生了一場大地震 在今日凌晨,廣東省惠州市海域 發生了一次4.1級地震 由於震央離香港只是若莫92公里 加上又是屬於淺塵地震 所以震動的感覺非常明顯 根據密卡里震度分級表示 4級地震會令到絕大部分人 不論身處室內或室外都會感受到震動 家裡較少的飾物和家具都會搖晃 但未會造成破壞 非常符合對今次地震的描述 不少人都會跟我一樣在想 若果香港一旦真的成為震央發生地震 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近住香港,在中國大陸的 廣東、福建、江西、廣西、海南和沿海的島嶼 都是東南地震區 廣東南澳曾經在1918年發生過7.2級大地震 1962年在廣東河原也發生過6.1級地震 至於1969年在廣東陽江也出現過6.4級地震 香港當時都是一樣感受到很劇烈的震動 所以市民的擔心並非無的放置 不過說的已經發生在幾十年前的地震 事實上香港並不處於地震帶 基本上是極少機會出現地震 所以香港的建築物條例 其實亦都沒有設立任何防震的標準和要求 天文台亦都表示 香港的樓宇規定是要抵受到每小時250公里的震風風力 若果一旦真的發生7級大地震 高樓大廈只會有輕微的損位 若果是規模去到8級或以上的話 就會有2成的建築物發生中度或以上的破壞 而且有0.19%的建築物會倒塌 不過發生地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叫市民不需要過份擔心 不過就有學者表示 香港的建築物相距太近 高樓大廈淋藍 尤其在海邊 多少私人屋苑是標榜著特大海景 加上香港人對防範地震的意識極之薄弱 若果真的發生地震的話 後果恐怕就不像天文台所說那麼輕微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若果真是這麼不幸 你正正經歷著千年億遇的香港地震 記得記得一定要找桌底蹲低 不要讓跌下來的東西打到你之餘 避免動身動勢 因為棟樓搖來搖去真的很危險 等鎮完才好走出屋 然後自求多福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